男明星扎小便啥样? 陈学东有点油腻,一扬千玺可爱,看到陆寒沦陷了。 首先第一位就是陈学东,在观众心目中, 他就是一位翩翩公子的形象,做事非常有礼貌, 但是没想到在过年的这段期间, 他却一点都不要形象,而是扎了两个小便子, 画面多少有点油腻,尤其是露出了那大大的额头。 然后第二位则是一扬千玺了, 作为TF Voice中的一员,千玺的业务能力为人都非常好, 所以身边也有一群爱他的小粉丝, 然而当他扎上了小便子之后,跟陈学东的感觉非常不一样, 他反而呈现出了可爱的感觉, 就好像他就应该弄这样的造型一样。 最后第三位则是陆寒了, 很多女粉丝看到了他扎上小便子之后, 都觉得自己沦陷了, 就是因为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陆寒帅气的五官, 而且还知道了他适合各种造型, 所以粉丝们都在呼吁以后陆寒多尝试新造型, 说不定会圈很多的粉丝呢。